今日在桂林市泉州县桂黄中路的业力炸米粉店火了 因为他的歇业通知 各位顾客本人应送儿子上清华大学读书 8月20日至24日暂停业5天 25日正常一夜请相互转告 找素材的时候看到这个新闻不下午次了 全国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了吧 这里还是要祝贺一下 就送一个土豆白西瓜吧 当地时间8月20日早上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一家咖啡店 城后的欧洲和世界举重冠军的120公斤级举重选手 大迪在店里喝咖啡 一名醉汉上前对其进行杀扰 双方就综合格斗和体杀哪个更好发生的争论 随后走到店外的大地上 打架很快打架演变成了一场群殴 大迪被踢中头部当场死亡 目前醉汉已被逮捕 当地执法人员看过视频表示 从视频中展现的各种技巧来看 这名醉汉很可能接受过 MMA格斗训练 这个视频拍摄于8月20日 北京东城区 北京有一位59岁的大妈 每天都去高铁桥下练习驾驶驶族 风雨无阻 坚持了6年 每天练习之间长达10个小时 从一笑不通 到现在已经可以跟着音响打完一首歌 这里要给大妈点个赞 选在高铁桥下练习 这里要介绍贵州的几位公交车司机 他们是14路公交车的几位师傅 正常是8点半就下班了 但是为了等放学晚的学生 会故意开车慢点 或者是打扫车上卫生等他们 据之学生们晚上8点四处放学 从直校城回四处的公交车 基本上都受车了 打出租车也不好打 而且要10元钱 这里为这几位公交车师傅点个赞 这里要介绍一个建筑 地主伊朗中墓附地的一座历史名城 风塔 很像现在的空调系统 风塔高过屋顶的部分 四面镂空 全共连接到四类大厅 塔下中央通常竟有水池 外部的空气经过这一系列降温后 飘散到各个房间 就像空调吹冷气一样 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就是不管多少年前的夏天 该热还是热 祝军到了中午的提升性浪环节 考试期分数刚好过 考试期分数刚好过 看快报的原因 你说把所有表情帽的头换成我的 那是不可能的 冷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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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Alfr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